好 关键新闻来聊关于侯寒团结 现在能够统整军心吗 今天我们邀请到国民党立委李德伟 是 大家早安 李德伟哥早安 我们今天还是要聊 其实在7月3日全代会 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 韩国瑜会出席 原本大家会觉得说 韩总什么时候要来 现在终于侯寒要合体了 除了能够调整一下兰淫的步伐之外 兰淫的内部的纷扰 似乎会被这一次合体给压下来 应该这样讲 我说韩国瑜市长 的确是国民党内非常重要的人物 尤其他在2020年的确 凝聚了国民党内 尤其是正兰的一个力量 所以在这个部分 当然侯友宜市长过去 的确跟国民党内没有那么熟 所以如何凝聚正兰力量 也是重要的指标 所以这一次当然 昨天韩国瑜市长的办公室 发出相关的声明 而侯友宜市长也快速的回应 兄弟同心其力断金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当然希望 而且我们也觉得 随着党内一步步力量的整合 尤其包含韩国瑜市长 那我们觉得都是重要的力量 这个部分 国民党一步一步走向团结 我觉得步步为营 大家拭目以待 捍卫中华民国 其实是韩国瑜现在的一个主张 除了七二三全代会是要主张 政党轮替之外 我们看到民众党开始有些动作 包括这个立委的提名 现在柯文哲说 他要有这个金兵政策 所以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私底下是有在谈的 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 当然由于都是在野党 其实在立法院内 当然民众党跟国民党 彼此的互动也不少 但是的确在于各县市 各个立委选区 目前状况不明 所以在这个部分 不会演国民党 当然我们在过去各区域里面 有比较多的抢手 可以出来竞争 我想大家可以看 从包含从南到北 基本上国民党不会演 地方上的人士 不管是表现也好 各方面从政资历也好 的确比较完整 所以在这个部分 虽然我没有得知 党中央是不是有 跟民众党在谈 但我倒是觉得 不管是民众党 或国民党 能够团结在野的力量 另外一个部分 能够发挥最大的功能 让各自优秀的人才出头 我觉得非常重要 是 而且下架在野党 下架民进党是现在 在野党大家的共识 再加上现在非力联盟 非常的重要 因为非力要大整合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非力整合 就是因为民党 真的是做太多太多 让民众很抱怨的事情 甚至现在连美国都有反应 赖清德现在这个走入白宫论 他引发了美方的一些质疑 以及反弹 不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他讲说这个中南海跟白宫的选择 何时要开始分化社会 何时要开始让人民做选择 如果说正常选择的话 是不是战争与和平 以及赖清德他这一次 这个访美路线 到底让人要质疑多少 应该这样讲 我想战争与和平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原则上选择的是战争 不管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的路线 当然另外一个部分 现在为什么赖清德这样子的大转弯 某一种程度他前两天 当大家在讨论白宫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讲没有声音 但现在似乎感受到美国方面 白宫认为你是继承水扁之后的麻烦制造者 现在他开始大转弯了 又要把相关责任推给民进党在宜兰的当时的信赖之友会的会长 或者相关的人士 所以这是他们说的 我可没有说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大转弯 对于赖清德来讲 并不一定会获得美国的尊重 更何况是台湾人会觉得 尤其他原来的支持者 是你现在没有获得美方的认可 你就大转弯的话 那你到底未来 面对美国给台湾的压力的时候 你挺得起来吗 所以这个部分我倒是觉得 反而会引发民进党 包含相关支持者 对于赖清德的一个质疑 是 今天谢谢委员 感谢感谢 从全代会要团结之外 对外也是要团结 包括了两岸路线 以及现在对美国的一个路线 现在除了赖清德走入白宫论 引发质疑之外 大家会觉得说 会不会变成第二个沉水扁 意思就是说 现在蓝一致的认为 赖清德会变成沉水扁 第二个麻烦制造者 尤其是现在赖清德 这个走入白宫论 他现在已经开始澄清了 但是似乎也印证了 其实真的美方有来关切 再加上其实美方关切之下 赖清德这个路线 似乎呢 就好像一开始跟美国说好了 但是美国只能 去同意蔡英文路线 但是他跟蔡英文又不太一样 所以呢 他就在美国眼中变成一个 所以民众现在最关心的 恐怕就是信赖台湾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 最新情形 现在镜头 最爱捧你 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各位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